頭戴綠色安全帽女子在飲料店櫃台前 千叮咛萬交代 要把15杯飲料送到對面水餃店 但沒想到卻是飲料店家 噩夢的開始 是我送的 然後他說那邊沒有人叫 我殺驗 這名40多歲郭姓女子 8號下午在屏東市的某間飲料店 一出手就是17杯飲料 而且每杯都是高單價 算一算總金額大約將近900元 不過當時郭姓女子沒有先付款 反而跟店員說我上班要遲到了 先拿走兩杯 剩下的你們幫我送到斜對面的水餃店 老闆娘說要請客 但最後水餃店卻表示說 根本沒有叫飲料 甚至也不認識這名郭姓女子 店家氣得把監視器公布在臉書上 同時立刻報警處理 因為這筆訂單已經不是純粹的惡作劇 而是已經處罰 根據了解這名郭姓女子 疑似在屏東其他地區 也用相同手法犯下多起案件 目前警方已經聯繫當事人道案說明 但是為了兩杯飲料 可能會背上詐欺罪 這樣做真的值得嗎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baby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